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NUNPi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哦 好 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组分割 今天咱们就讲解一下NUNPi中如何分割数组 这个也是非常的常用 那咱们就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NUNPi分割数组 今天我给您讲解三个函数 哪三个 大家请看 P切函数 这个Split 不就是个切P这个感觉 然后另外分为 大家请看垂直 Split 垂直切和水平切 都该怎么理解 这两个地方 虽然说垂直切跟水平切 其实切的方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一会儿会给您讲到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今天是这个知识课程 所以说我尽量控制到三分钟之内 最多不超过五分钟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大家 首先 Input NUNPi 我给您演示 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Input NUNPi 没有问题 说明咱们连接成功 接下来 我先给您演示一下 EV数组 咱拷贝一个EV数组过来 好 咱们先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我是定义了一个arrange 然后里面传了八个元素 对吧 所以它给我返回是0到7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干什么 咱就切它一下 切它一刀 对吧 看给它切成什么样 怎么切 大家请看这个函数 NP 对吧 NUNPi 然后点 Split 我要切 切谁 传一个A 说明我要切A 怎么切 大家请看 我传了一个索引下标 从0开始算 第三个位置切 切完之后返回什么 你想 一个数组 切一下 返回两个数组 对不对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返回两个数组 一个是012 然后另外一个 是34567 也就是说 咱们传进去下标之后 它把咱的数组 切成两半 就这个感觉 对不对 OK 这个是把数组 切成两半 能不能切成三半 当然可以 加两个下标 就可以 试一下 这个咱中间加个 Print空行 这样 这样咱们大家看起来 比较清楚 稍等 OK 咱们再切两刀 看看能给它 切成什么样子 Go 大家请看 我下面传了三 传了六 结果被切成了三段 对吧 大家请看 012这是一个数组 然后345这是一个数组 最后67形成一个数组 咱们把一个数组 活生生的切成了三段 对不对 OK 这个功能其实很常用 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记住 接下来 接下来给你演示一下 今天的这个 很难理解的地方 二位数组 该怎么切 我给它拷备过来 Ctrl B OK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声明的这个二位数组 是4次16个元素 对吧 从0到15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四行四列的数组 那么咱们就要切 看看怎么切 首先 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 因为不好明白 所以说 我给大家加了一个备注 同时变量名 我也给大家稍微的起的 好理解一些 这我加一个空行 大家请看 咱们使用这个V Split V是什么 Vertical 对吧 垂直 咱们垂直摆好 然后咱们怎么着 大家请看 垂直摆好 咱们横向出刀 就好比什么吧 就好比咱们 这个有一根竹棍 对吧 咱们竹棍立在地上 对吧 这个竹棍是不是垂直了 你立在地上了吗 对吧 90度垂直 对吧 那么我如果要出刀的话 大家想 这根棍 我要是想劈它 您是从上往下劈好啊 还是横着劈好 它立在地上 这个竹子 咱一般都是横向屁 对不对 OK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逻辑了 那请看 咱们这个Vspeed 就是说 虽然你是垂直摆好 垂直且 其实呢 你是垂直方向 我要横向出刀 对吧 你垂直摆好了 我横向出刀 然后呢 我给它锁引是2 那么呢 把咱们这一个 4乘4的二维数组 切成了上下两段 up low 对吧 切成上下两段 这个就叫做垂直方向 V 是不是垂直方向 对吧 所以说 我呢 横向出刀 好不好 看个结果 Go 大家请看 原始这么一个数组 被咱们切成了两段 这个中间我再加个空行 看起来比较明显 大家请看 原始数组 被切成了 01234567 一个数组 然后呢 890 一直到15 另外一个数组 对吧 明明是一个竹棍 立在地上 结果呢 咱们横向出刀 切成了上下两节 没问题吧 OK 这个就是V split的用法 有朋友说 你垂直方向切 怎么会能横着出刀 对啊 你立根棍 你切 你肯定都横着出刀 把木桩切成两半 对不对 OK 您这个理解了 下面这个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还要树向出刀 咱们再试试 这个大家请看 水平方向是树向出刀 考过来 什么叫水平方向 比如说有根竹棍 还根竹棍 这竹棍刚才 咱是树在地上 对不对 no 现在咱们横躺在地上 咱们放在地上 放个竹棍 对吧 那么您要去切 您怎么切 您这刀不可能横着再切 切不着 对吧 你只能树向帮 切掉 这个躺在地上 这个竹棍 把这个竹棍切成两半 对吧 这就是这个横水平方向 这个H Horizontal 不是这个水平吗 它水平方向摆好了 怎么着 咱们就树向出刀 怎么切 把这个树组 切为 所以二为单位的两段 咱们树向出刀 把它横左右切开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 我写的是left right 对吧 把它切成左右两半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这会中间还是加空航算了 上面我给它屏蔽起来 大家请稍等 上面这个是原始数组 对吧 然后咱们 树向出刀 把它切成了左右两半 左边是哪个 大家请看 01458913 对应是这个 01458913 对吧 咱们是不是树向出刀了 然后右边是23 对应这个23 67 对应这个67 然后1011 对应这个1011 1415 都对应着 有意思说 Horizontal这个地方 是水平躺好 然后我树向出刀 把它切成左右两半 所以说这地方 您一定要把它理解好 今后咱们在做数组的预处理的时候 数据预处理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类似这样式的函数 希望您能够打好一个今后咱们学习深度学习的基础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视频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讯息朋友可以下载在您的本地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和我一样的结果 其实这些函数在咱们的TensorFlow中 都有相应的API的提供 有时间我会给您介绍 TensorFlow2中如何做同样的逻辑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点个赞 OK 那就这样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